我不僅喜歡狗狗,還喜歡貓貓。 我不僅喜歡狗狗,還喜歡貓貓。 李廷不僅性格好,而且非常喜歡幫助別人。 李廷不僅性格好,而且非常喜歡幫助別人。 小華不僅喜歡音樂,也對科學很感興趣。 小華不僅喜歡音樂,也對科學很感興趣。 李華不僅演過電影,還拍過電視劇。 李華不僅演過電影,還拍過電視劇。 她不僅討厭狗狗,還討厭貓貓。 她不僅討厭狗狗,還討厭貓貓。 小美不僅會說中文,還會說日語。 小美不僅會說中文,還會說日語。 小美不僅喜歡看科學書,也對歷史很感興趣。 小美不僅喜歡看科學書,也對歷史很感興趣。 不僅小李喜歡唱歌,小馬也喜歡唱歌。 不僅李老師結婚了,而且王老師也剛結婚。 不僅李老師結婚了,而且王老師也剛結婚。 今天的派對,不僅三本先生來,其他日本同事也參加了。 不僅你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這部電影不僅我媽媽看過,我弟弟也看過。 他們都說好看。 這部電影不僅我媽媽看過,我弟弟也看過。 他們都說好看。 這次的考試不僅我沒幾個,還有其他二十個學生都沒幾個。 這次的考試不僅我沒幾個。 這次的考試不僅我沒幾個。 這次的考試不僅我沒幾個,還有其他二十個學生都沒幾個。 小李從來不僅我沒有幾個。 小李從來不抽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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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來不會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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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从来不会忘记家人当生日 我妈妈从来不会忘记家人当生日 我奶奶从来不喝咖啡,只喝茶 我奶奶从来不喝咖啡,只喝茶 我从来不吃辣的东西 我从来不吃辣的东西 她从来不喜欢看恐怖电影 她从来不喜欢看恐怖电影 我家狗狗从来不吃鱼 我家狗狗从来不吃鱼 我爸爸从来不吃甜品 我爸爸从来不吃甜品 我家狗狗从来不爱吃芝士 我家狗狗从来不爱吃芝士 我从来不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从来不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爸爸从来不吃甜品 我爸爸从来都不大声说话 我爸爸从来都不大声说话 小李从来没抽过盐 小李从来没抽过盐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猫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猫 小李从来没有来过日本 小明从来没有来过日本 我从来没去过北京 我从来没去过北京 李廷从来没有迟到过 她是个好学生 李廷从来没有迟到过 她是个好学生 她从来没有参加过音乐会 她从来没有参加过音乐会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学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学 我从来没和她聊过 我想和她认识认识 我从来没和她聊过 我想和她认识认识 她的成绩从来都是班里的第一米 她的成绩从来都是班里的第一米 这个城市的夏天从来都是这么热吗 这个城市的夏天从来都是这么热吗 小明从来都是班里最友善的同学 小明从来都是班里最友善的同学 你抽烟吗 我不抽 你进烟了吗 我从来不抽烟呢 挺好的 抽烟没有好处 我女儿也讨厌我抽烟 是吧 我也是 不喜欢烟味 有人说 抽一根烟你的寿命就短15分钟呢 这样啊 那我的寿命短了不少呢 你抽烟吗 我不抽 你进烟了吗 我从来不抽烟呢 挺好的 抽烟没有好处 我女儿也讨厌我抽烟 是吧 我也是 不喜欢烟味 有人说 抽一根烟你的寿命就短15分钟呢 这样啊 那我的寿命短了不少呢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啊 味道怎么样 合你的胃口吗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 你太夸张了吧 是真的 我可以吃四碗米饭呢 很下饭是吧 是不是比较咸 不咸 刚好 那就好 多吃点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啊 味道怎么样 合你的胃口吗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 你太夸张了吧 是真的 我可以吃四碗米饭呢 很下饭是吧 是不是比较咸 不咸 刚好 那就好 多吃点 你生日派对谁来了 没想到的人来了呢 谁啊 你女朋友 我女朋友怎么可能没想到呢 不仅她来 王小美也来了呢 她是不是你前女友啊 是的呀 真没想到 还有联系吗 不可能 分手后从来没联系过她呢 我不知道谁叫她来的 你生日派对谁来了 没想到的人来了呢 谁啊 你女朋友 我女朋友怎么可能没想到呢 不仅她来 王小美也来了呢 她是不是你前女友啊 是的呀 真没想到 还有联系吗 不可能 分手后从来没联系过她呢 我不知道谁叫她来的 小王的体育课成绩 从来都是第一名 太厉害了 对啊 她不仅每天练习打篮球 而且坚持跑步呢 她不仅有才华 还很努力的 是哦 我们班 我们班没有比她 努力的人呢 对 所以没人能超越她 一直能保持第一名 也是有理由的 小王的体育课成绩 从来都是第一名 太厉害了 对啊 她不仅每天练习打篮球 而且坚持跑步呢 她不仅有才华 还很努力的 是哦 我们班没有比她 努力的人呢 对 所以没人能超越她 一直能保持第一名 也是有理由的 你家有养宠物吗 没有 我从来没养过宠物呢 你不喜欢小动物吗 家人不让养 我妈不仅怕狗 而且还对猫毛过敏呢 那没希望了 你不能养了 对啊 以后开始一个人住了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轻易养 养宠物很费力的 你家有养宠物吗 没有 我从来没养过宠物呢 你不喜欢小动物吗 家人不让养 我妈不仅怕狗 而且还对猫毛过敏呢 那没希望了 你不能养了 对啊 以后开始一个人住了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轻易养 养宠物很费力的 我家孩子从来不会主动学习 我家也一样的 被我说才开始做作业 不会主动去做的 游戏的话 被我说才停 对啊 打游戏一样学习多好啊 我哥哥说 以后可以打游戏赚钱 如果真的会这样 我儿子也会出息呢 哈哈 真的会那样的话 我会后悔不让他打游戏呢 时代再变得好快 可能真的会那样 我家孩子从来不会主动学习 我家也一样的 被我说才开始做作业 不会主动去做的 游戏的话 被我说才停 对啊 打游戏一样学习多好啊 我哥哥说 以后可以打游戏赚钱 如果真的会这样 我儿子也会出息呢 哈哈 真的会那样的话 我会后悔不让他打游戏呢 时代再变得好快 可能真的会那样 你在学中文啊 是的 学了一年的中文 还没什么进步呢 你去过中国吗 没有 我从来没出过国呢 这样啊 护照有吗 没有 要出国的时候办来得及吧 嗯 那这个暑假 我们去国外吧 好啊 我想去台湾看看 你在学中文啊 是的 学了一年的中文 还没什么进步呢 你去过中国吗 没有 我从来没出过国呢 这样啊 护照有吗 没有 要出国的时候办来得及吧 嗯 那这个暑假 我们去国外吧 好啊 我想去台湾看看 刚刚来的那个人是你爷爷吗 是的 他好健康 每天走走 今天也走过来的 哇 他多少年纪的 他82了 没有病什么的吗 没有 他从来不去医院呢 不去医院才不会生病 是不是 好像有点道理耶 我不仅喜欢狗狗 还喜欢猫猫 我不仅喜欢狗狗 还喜欢猫猫 李婷不仅性格好 而且非常喜欢帮助别人 李婷不仅性格好 而且非常喜欢帮助别人 小华不仅喜欢音乐 也对科学 也对科学很感兴趣 小华不仅喜欢音乐 也对科学很感兴趣 李华不仅演过电影 还拍过电视剧 李华不仅演过电影 还拍过电视剧 他不仅讨厌狗狗 还讨厌猫猫 他不仅讨厌狗狗 还讨厌猫猫 小美不仅会说中文 还会说日语 小美不仅会说中文 还会说日语 小美不仅喜欢看科学书 也对历史很感兴趣 小美不仅喜欢看科学书 也对历史很感兴趣 不仅小李喜欢唱歌 小马也喜欢唱歌 不仅小李喜欢唱歌 小马也喜欢唱歌 不仅李老师结婚了 而且王老师也刚结婚 不仅李老师结婚了 而且王老师也刚结婚 今天的派对 不仅山本先生来 其他日本同事也参加了 今天的派对 不仅山本先生来 其他日本同事也参加了 不仅你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不仅你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这部电影不仅我妈妈看过 我弟弟也看过 他们都说好看 这部电影不仅我妈妈看过 我弟弟也看过 他们都说好看 这次的考试 不仅我没几个 还有其他二十个学生都没几个 这次的考试 不仅我没几个 还有其他二十个学生都没几个 小李从来不抽烟 小李从来不抽烟 他从来不会迟到 他从来不会迟到 小李从来不喝酒 小李从来不喝酒 我妈妈从来不会忘记家人的生日 我妈妈从来不会忘记家人的生日 我奶奶从来不喝咖啡 只喝茶 我奶奶从来不喝咖啡 只喝茶 我从来不吃辣的东西 我从来不吃辣的东西 他从来不喜欢看恐怖电影 他从来不喜欢看恐怖电影 我家狗狗从来不吃鱼 我家狗狗从来不吃鱼 我爸爸从来不吃甜品 我爸爸从来不吃甜品 我家狗狗从来不爱吃芝士 我家狗狗从来不爱吃芝士 我从来不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从来不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爸爸从来都不大声说话 我爸爸从来都不大声说话 小李从来没抽过盐 小李从来没抽过盐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帽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帽 小明从来没有来过日本 小明从来没有来过日本 我从来没去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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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廷从来没有迟到过 他是个好学生 李廷从来没有迟到过 他是个好学生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音乐会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音乐会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学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学 我从来没和他聊过 我想和他认识认识 我从来没和他聊过 我想和他认识认识 他的成绩从来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他的成绩从来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这个城市的夏天从来都是这么热吗 这个城市的夏天从来都是这么热吗 小明从来都是班里最友善的同学 小明从来都是班里最友善的同学 你抽烟吗 我不抽 你进烟了吗 我从来不抽烟呢 挺好的 抽烟没有好处 我女儿也讨厌我抽烟 是吧 我也是 不喜欢烟味 有人说 抽一根烟 你的寿命就短15分钟呢 这样啊 那我的寿命短了不少呢 你抽烟吗 我不抽 你进烟了吗 我从来不抽烟呢 挺好的 抽烟没有好处 我女儿也讨厌我抽烟 是吧 我也是 不喜欢烟味 有人说 抽一根烟 你的寿命就短15分钟呢 这样啊 那我的寿命短了不少呢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啊 味道怎么样 合你的胃口吗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 你太夸张了吧 是真的 我可以吃四碗米饭呢 很下饭是吧 是不是比较咸 不咸 刚好 那就好 多吃点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啊 味道怎么样 合你的胃口吗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 你太夸张了吧 是真的 我可以吃四碗米饭呢 很下饭是吧 是不是比较咸 不咸 刚好 那就好 多吃点 你生日派对谁来了 没想到的人来了呢 谁啊 你女朋友 我女朋友怎么可能没想到呢 不仅她来 王小美也来了呢 她是不是你前女友啊 是的呀 真没想到 还有联系吗 不可能 分手后从来没联系过她呢 我不知道谁叫她来的 你生日派对谁来了 没想到的人来了呢 谁啊 你女朋友 我女朋友怎么可能没想到呢 不仅她来 王小美也来了呢 她是不是你前女友啊 是的呀 真没想到 还有联系吗 不可能 分手后 从来没联系过她呢 我不知道谁叫她来的 小王的体育课成绩 从来都是第一名 太厉害了 对啊 她不仅每天练习打篮球 而且坚持跑步呢 她不仅有才华 还很努力的 是哦 我们班 我们班没有比她 我们班没有比她努力的人呢 对 所以没人能超越她 一直能保持第一名 也是有理由的 小王的体育课成绩 从来都是第一名 太厉害了 对啊 她不仅每天练习打篮球 而且坚持跑步呢 她不仅有才华 还很努力的 是哦 我们班没有比她努力的人呢 对 所以没人能超越她 一直能保持第一名 也是有理由的 你家有养宠物吗 没有 我从来没养过宠物呢 你不喜欢小动物吗 家人不让养 我妈不仅怕狗 而且还对猫毛过敏呢 那没希望了 你不能养了 对啊 以后开始一个人住了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轻易养 养宠物很费力的 你家有养宠物吗 没有 我从来没养过宠物呢 你不喜欢小动物吗 家人不让养 我妈不仅怕狗 而且还对猫毛过敏呢 那没希望了 你不能养了 对啊 以后开始一个人住了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轻易养 养宠物很费力的 我家孩子从来不会主动学习 我家也一样的 被我说才开始做作业 不会主动去做的 游戏的话 被我说才停 对啊 打游戏一样学习多好啊 我哥哥说 以后可以打游戏赚钱 如果真的会这样 我儿子也会出戏呢 哈哈 真的会那样的话 我会后悔不让他打游戏呢 时代再变得好快 可能真的会那样 我家孩子从来不会主动学习 我家也一样的 被我说才开始做作业 不会主动去做的 游戏的话 被我说才停 对啊 打游戏一样学习多好啊 我哥哥说 以后可以打游戏赚钱 如果真的会这样 我儿子也会出戏呢 哈哈 真的会那样的话 我会后悔不让他打游戏呢 时代再变得好快 可能真的会那样 你在学中文啊 是的 学了一年的中文 还没什么进步呢 你去过中国吗 没有 我从来没出过国呢 这样啊 护照有吗 没有 要出国的时候办来得及吧 嗯 那这个暑假 我们去国外吧 好啊 我想去台湾看看 你在学中文啊 是的 学了一年的中文 还没什么进步呢 你去过中国吗 没有 我从来没出过国呢 这样啊 护照有吗 没有 要出国的时候办来得及吧 嗯 那这个暑假 我们去国外吧 好啊 我想去台湾看看 刚刚来的那个人是你爷爷吗 是的 他好健康 每天走走 今天也走过来的 哇 他多少年纪的 他82了 没有病什么的吗 没有 他从来不去医院呢 不去医院才不会生病 是不是 是 好像有点道理 刚刚来的那个人是你爷爷吗 是的 他好健康 每天走走 今天也走过来的 哇 他多少年纪的 他82了 没有病什么的吗 没有 他从来不去医院呢 不去医院 才不会生病 是不是 好像有点道理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衣服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衣服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解决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解决 这就是我想要买的手机 这就是我想要买的手机 他就是我说的山田先生 他就是我说的山田先生 这就是我做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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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工作就是我一直寻找的机会 这份工作就是我一直寻找的机会 这些花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哦 这些花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哦 这本书就是我向你推荐的那本 这本书就是我向你推荐的那本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这部电影就是我喜欢的中国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就是我喜欢的中国电影之一 我的早餐就是一杯牛奶和一个面包 我的早餐就是一杯牛奶和一个面包 这就是我喜欢的颜色 这就是我喜欢的颜色 我就是喜欢它 我就是喜欢它 弹钢琴就是我的爱好 不是我的工作 弹钢琴就是我的爱好 不是我的工作 我就是要考过这次的考试 我就是要考过这次的考试 我儿子就是不听我的建议 我儿子就是不听我的建议 他的解释就是一种借口 他的解释 他的解释就是一种借口 这本书就是一本简单的童话 这本书就是一本简单的童话 他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 他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 就是这首歌 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回忆 就是这首歌 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回忆 我很喜欢它 他就是不喜欢我 我很喜欢它 他就是不喜欢我 我很喜欢它 就是不敢告诉它 天气虽然很冷 他就是不穿外套 天气虽然很冷 他就是不穿外套 他不懂这道题 就是不问老师 他不懂这道题 就是不问老师 这道题很简单 他就是做不出来 这道题很简单 他就是做不出来 尽管我努力了很多 成绩就是没有提高 尽管我努力了很多 成绩就是没有提高 小网友几个日本朋友 他就是不敢说日语 小网友几个日本朋友 他就是不敢说日语 他没来 就是因为感冒了 他没来 就是因为感冒了 他工作很努力 就是为了家人 他工作很努力 就是为了家人 他很开心 就是因为他有男朋友了 他很开心 就是因为他有男朋友了 爸爸生病了 就是因为他工作太辛苦了 爸爸生病了 就是因为他工作太辛苦了 他迟到了 就是因为他迟到了 就是因为堵车 他迟到了 就是因为堵车 弟弟哭了 就是因为他被哥哥打了 弟弟哭了 就是因为他被哥哥打了 小明很生气 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他的生日 小明很生气 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他的生日 他昨晚 他昨晚没睡好 就是因为在准备明天的考试 他昨晚没睡好 就是因为在准备明天的考试 小张很紧张 就是因为明天有运动会 小张很紧张 就是因为明天有运动会 这个问题很难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 这个问题很难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 老师生气了 就是因为我们迟到了 老师生气了 就是因为我们迟到了 他就是不听我的建议 结果失败了 他就是不听我的建议 结果失败了 我算是你的什么呢 你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男女也有友谊吗 有吧 你怎么了 差不多每天这样见面 一起出去 一起吃饭 也算是朋友吗 就是啊 像哥哥和妹妹是吧 算了 我跟你聊了 你又发脾气 我算是你的什么呢 你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男女也有友谊吗 有吧 你怎么了 差不多每天 差不多每天这样见面 一起出去 一起吃饭 也算是朋友 你又发脾气 你会魔术是吧 我想看看 可以吗 好的 那给你看简单点的 太好了 你看这是什么 笔吗 铅笔 是的 只是一只普通的铅笔 就是用来写字的 然后碰了一下它 就变成一把刀 你干嘛 保安在看我们呢 你会魔术是吧 我想看看 可以吗 好的 那给你看简单点的 太好了 你看这是什么 笔吗 铅笔 是的 只是一只普通的铅笔 就是用来写字的 然后碰了一下它 就变成一把刀 你干嘛 保安在看我们呢 已经变暖和了 温度也刚好 对 心情也会变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春天 这里早上能听到鸟的叫声真好 嗯 这里比较安静 外面没什么车 你也搬家吧 搬到这小区来 离我公司太远了 就是 已经变暖和了 温度 温度也刚好 对 心情也会变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春天 这里早上能听到鸟的叫声真好 嗯 这里比较安静 外面没什么车 你也搬家吧 搬到这小区来 离我公司太远了 就是 你看你衣服 都是猫毛 啊 我忘记清理了 猫掉毛很厉害的吧 是的 换毛期更厉害 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不让我养猫呢 你一个人住了可以考虑 希望未来的老公爱猫 你有了男朋友再说吧 你看你衣服 都是猫毛 啊 我忘记清理了 猫掉毛很厉害的吧 是的 换毛期更厉害 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不让我养猫呢 你一个人住了可以考虑 希望未来的老公爱猫 你有了男朋友再说吧 这次的成功大部分就是小明的功劳 是不是 是啊 就是他的帮助 我们才能完成这个项目 没想到小明那么努力 平时他不怎么努力的吧 对 他一直说要离职 工作无聊什么的 他是不是决定要离职了 这次的项目是不是他最后的工作 很有可能 我就去问问他 这次的成功大部分就是小明的功劳 是不是 是啊 就是他的帮助 我们才能完成这个项目 没想到小明那么努力 平时他不怎么努力的吧 对 他一直说要离职 工作无聊什么的 他是不是决定要离职了 这次的项目是不是他最后的工作 很有可能 我就去问问他 你真的宅男哦 一整天在家看电脑 没有啊 看天气的 暑假了你就一直没出门嘛 就是因为天气太热 我才不愿意出门的 我也想出去的 晚上凉快点 晚上出去散步吧 今天不是台风要来了吗 啊 台风来了 就是今天啊 你真的宅男哦 一整天在家看电脑 没有啊 看天气的 暑假了你就一直没出门嘛 就是因为天气太热 我才不愿意出门的 我也想出去的 晚上凉快点 晚上出去散步吧 今天不是台风要来了吗 啊 台风来了 就是今天啊 我租的房子越来越破了 上次我去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会漏水 发霉 还有蚂蚁也会出现了 所以你说要搬家了呀 是的 这就是我选择离开的原因 幸好你不是买的 对啊 我也这么想的 我租的房子越来越破了 我租的房子越来越破了 上次我去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会漏水 发霉 还有蚂蚁也会出现了 所以你说要搬家了呀 是的 这就是我选择离开的原因 幸好你不是买的 对啊 我也这么想的 你听说了吗 李娜通过考试了 得了满分 真的 她就是个学霸 每次都很努力学习 你也很努力的嘛 得了几分呢 我啊 我只得了82分 这么厉害的 你呢 你几分 别问了 你知道我就是个学渣 你听说了吗 李娜通过考试了 得了满分 真的 她就是个学霸 每次都很努力学习 你也很努力的嘛 得了几分呢 我啊 我只得了82分 这么厉害的 你呢 你几分 别问了 你知道我就是个学渣 愿者 不及 看起来 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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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